我爱你救主 天主 为你所有的能够的救 命的应该是真理 命的应该是真理 心如洗脑 尽则远 既爱舍舍去无息 尽量从一切光明 照外送去相殿地 主爱的弟兄姐妹 了解和好盛世的诗行 意义 效果 忏悔行动 以及多元的忏悔方式之后 就要介绍病人富有盛世 首先说明病人富有 在救恩史中的根源与发展 以色列指明经验道 疾病以一种神秘的方式与罪过 邪恶 彼此连结 互相效应 所以 忏悔的归一行动 就成为恳求天主治愈疾病的最重要途径 天主的宽恕显示了怜悯与治愈的开始 先知从疾病与苦难中领悟 天主是医治人的上主 对天主真诚的忏悔 苦难除了具有赎罪的效用以外 还能使人恢复健康 耶稣与上主的慈爱连结 多次治好各种残疾的人 身怀怜悯 承担了世人的软弱和疾病 他不但有治病的德能 同时也有赦罪的权柄 治愈人的身心灵 耶稣常常使用标记来医治人 例如唾沫、覆手、水汗、泥土等 为获得痊愈 群众都设法触摸他 因为有一股能力 从他身上出来 治好众人 今天 基督仍继续透过圣事 触摸人 并且医治了我们的病苦 请问老师 我们努力用心祈祷 所有的病苦 就都会获得痊愈 解除吗? 耶稣说 我的恩宠为你足够了 因为我的德能 在软弱中 才完全显示出来 圣保禄中途 领悟了这奥秘 即使是最肯切的祈祷 或归医 也不一定会治愈一切的疾病 因此 要以完全开放的态度祈祷 学习做好心理准备 学习心甘情愿的接受病苦 以信德 参与基督的苦难和死亡 老师 人人必知唯恐不及的疾病和苦难 难道也有祝福在其中吗? 是的 疾病和痛苦 往往是人生中必然来临 也是最难面对的问题 但在它内 却隐藏着微妙的价值和祝福 患病时 人会体验到生命的软弱 无能和有限 同时也让人隐约的经验 看到死亡 疾病虽然会让人陷入 消极的焦虑与不安之中 甚至有时会对天主 感到失望和抱怨 但也会让人学习更成熟 借此机会自我反省 明辨生命中最向往的事物 疾病也时常激励人追寻 依靠并归向 终极关怀人的天主 就让我笑笑潇洒 今生若必永恒 让我们适合快乐吧 换那生命今处 有没有方向答案 今生若必永恒 让我们转去经营吧 还有那种猴子 你的名字更好 今生若必永恒 今生若让我们求去公平吧 叫他使命中最向往 使命中最向往 今生若必永恒 不要怕 只管信 耶稣常要求病人要有信德 借着十字架上的苦难 战胜了罪恶和死亡 显现了隐藏在痛苦与死亡 背后的价值与意义 老师身患重大疾病 除了全心依靠天主外 还能为他们做什么吗 一 除了寻求医学上的治疗以外 还要邀请教会的神父 修女 以及热心的信友 来一起祈祷 二 确免病人尽可能地领受和好 圣体 以及病人富有盛事 老师要如何面对自己或亲人 重大疾病或突如其来的变故呢 面对令人不知所措的灾变时 德讯篇小于我们 我儿 在灾难中 不要慌张 应尽心等待天主的照顾 凡降到你身上的 你都要接受 在痛苦中 你要忍受 在各种困苦中 你要多多忍耐 圣保禄中途 彻底领悟了 接受痛苦的深意 如今 我为你们受苦 反觉高兴 因为这样 我可以在我的肉身上 为基督的身体 教会 补充基督的苦难所欠缺的 请问老师 可以什么样的心情和态度 探访重病的亲友人呢 信友团体 探访重病的人 最重要的是 要帮助他们 早日恢复健康 或安心回归主怀 因此 诚心以 信德的助导 与 爱德的陪伴 邀请亲友 要用平静的心 面对身体的变化 学习迎接 可能来临的情况 鼓励亲友 尽力说出 或至少心中愿意 谦卑道歉 诚心道爱 感恩道谢 与珍重道别 帮助至亲和所爱的人 在临终的时刻 与主相遇 达到善生与善终的征服境界 请记得 生命原是一体的真言 今天我为他人 明日他人为我 本集的教理就非常到这里 我们下周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